歡迎來到10點不一樣 我是秦林謙 台南一名三歲女童過馬路 被撞身亡兼家屬舉行招呼 三歲女童過馬路 被左轉車輛碾壓身亡 隔日回到案發地點 家屬舉行招呼儀式 女童媽媽人在家戶病房 還不知道女兒的死訊 家屬不敢說 就怕她承受不住 就這麼一個寶貝女兒 女童爸爸顏面痛哭 一邊處理後事 還要一邊往醫院跑 蠟燭亮頭燒 你以望我說 我們祖母會比較好嗎 我才會跟她說 我們祖母在外面病院 好好啊 沒辦法 隱瞞事實 因為太太的病情還沒穩定 我只要跟阿公 我們祖母在外面病院 同樣在生態去判斷牙城 我們媽媽就這樣照顧 等她得好 我帶她兒子 我們祖父子 去我們這間小鬼的地方 還要玩一遍 母女從死天人永隔 女童媽媽人還在家戶病房 等待病情穩定 才能再做治療 肇事孕婦懷孕十七週 事發之後 她情緒不穩 在醫院安胎 她在說 她先讓她這個 要背我 要怎麼背 有辦法完全一模一樣嗎 我再生一個背 我再生一個給她 她敢買 夫妻倆只有一個獨生女 獨一無二的寶貝 拿什麼都賠不起 不過陌生人的暖心之舉 也讓她心裡感到安慰 在這裡 特別我們祖母 向大家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感謝 民眾在案發路口 擺上鮮花 玩偶和公主手帳 自發信獻花 悼念女童 一條來不及長大的小生命 就此隕落 家屬難以接受 而且這個媽媽36歲 才撐下這名獨生女 而且生產過程 折騰了三天三夜 女童跟著媽媽看完醫生 兩人還蹦蹦跳跳 沿著棋樓準備回家 當時時間是上午的9點51分 沒想到一分鐘後 過馬路途中就遇到死結 原本婆婆外向的妹妹 成了一具冰冷遺體 也讓家屬無法接受 一直好不了 所以就去看歌 還有看過敏 很活潑會唱歌跳舞這樣子 看得出來話都還說不清楚 三歲的小妹妹 就已經有大將之風 一邊唸著歌謠 還能手舞足蹈 開朗的個性 隨時都能逗得爸媽哈哈大笑 笑容可取 聰明又懂得撒嬌 是爸爸跟女兒互動的溫馨感受 也難怪在每段的家庭生活影片 兩人總是開口大笑 雖然生活互動帶給夫妻倆滿滿幸福 但想起太太當初 以36歲的年紀 生下這名獨生女 還有過一段刻苦迷勁的經歷 生的時候比較痛苦 是連續折騰了三天三夜 到第四天白天才終於生出來 原本以為跟著媽媽 經歷三天三夜的苦難 一切將會痞疾泰來 沒想到度過三年的幸福時光 人躲不過殘酷的命運 如今這一張張 一段段的甜蜜互動 只能留給女童爸媽 無限追憶 TVBS新聞南部 綜合報導 媽媽牵女童過馬路走斑馬線 卻還是被撞 同個路口上個月底 一名77歲的婦人 也在同一個地點 同樣被撞 與三歲女童喪命的同一個路口 上個月29號 一名77歲的成姓婦人 同樣也走在斑馬線上 撞到了 婦人按照交通法規 乖乖走斑馬線 卻還是被撞 倒地不起腳踝骨折 駕駛自己位離讓行人 但肇事駕駛與保險員 卻疑似要卸責 保險員又說他們有目擊者說 媽媽沒有走在斑馬線上 警員是跟我們說 該地方是監視器是沒有拍到的 然後我們就覺得那麼大的路口 十幾支監視器怎麼可能會沒有拍到那個畫面呢 車禍發生後保險公司照視駕駛和警方 竟然沒有一個單位願意讓真相曝光 被撞婦人家屬一度沮喪失望 幸好還是有監視器還原真相 我就覺得說一刀真的被插到心臟了 因為媽媽她就是躺在那邊 然後那麼可憐 七十幾歲的被撞 她還說她沒有只要走斑馬線 婦人明明就走在斑馬線上 保險員卻說有目擊證人 監視器畫面成為鐵證 事發在上個月29號晚間6點多 台南市城公路和中義路 同樣在三歲女童被撞身亡的路口 還幾乎是同個位置 77歲的成姓婦人過馬路 照規矩走斑馬線 被左轉車輛撞上 一開始沒調到監視器 被害人還差點含冤 放大仔細看婦人過安全島 的確有一步之差偏離斑馬線 但根據現行法規 斑馬線前後延伸三公尺內 行人擁有絕對路權 因此不管如何 左轉肇事駕駛難辭其咎 TVBS新聞張立靈 林嘉義談談報道 國際焦點來關注俄羅斯 俄羅斯舉行大閱兵之際 又對烏克蘭展開大規模的空襲 其中25枚巡翼飛 但有23枚遭到攔截 巴赫姆特更在短短24小時之內 遭遇400次這麼多次的空襲 烏克蘭對於大反攻依舊保密到家 似乎要對俄軍造成心理壓力 基辅市區警報大作 防空系統啟動 夜空中看見紅色光點 隨後就傳來一陣陣槍炮聲 又是來自俄羅斯的無人機攻擊 夜晚看不清楚 直到天亮才看到基辅市中心大樓 被轟出一個大洞 有人被嚇哭 有人還處在震驚當中 不敢相信自己的家 瞬間就被消掉一半 俄羅斯在當地時間5月8號發動了一波60架自殺式無人機攻擊 這當中有至少35架是鎖定基辅而來 而在南部的海港城奧德薩就陷入一片火海 紅十四會的人道救援物資通通被燒個驚光 烏克蘭從南到北都被攻擊還沒完 在當地時間5月9號清晨 又是一波飛彈攻勢 就在烏克蘭市中 隨時可能反攻的緊張氛圍下 俄羅斯是不斷猛攻 激戰區巴赫姆特傳出24小時被轟炸了400次 說戰時不撤的瓦格納公布了和乌軍近距離搏火的畫面 烏克蘭坦言還是守得非常辛苦 那到底何時要反攻呢 烏克蘭政府持續賣關子 只說隨時都可能啟動 這樣的氣氛之下 赫爾松里的二戰區還突然開始撤離民眾 夜裡出城車流大排長龍 還有俄軍出動每家每戶的去敲門強制民眾撤離 而赫爾松更是才剛結束了三天58個小時的宵禁 氣氛詭證 就連CN團隊到前線採訪也在烏克蘭政府的要求之下限制重重 確切的位置和軍方的行動都不能詳細報道 就怕洩漏反攻布局 俄羅斯的國防部長肖伊古更是親自到前線視察要穩定軍心 不過烏克蘭對反攻保密恐怕也是要加大俄羅斯的心理壓力 烏克蘭表示俄羅斯派越多兵到前線反而會讓補給越來越困難 另外歐盟執委會的主席范德萊恩再到基辅 要在俄羅斯慶祝二戰勝利日時 烏克蘭這一天是要慶祝歐洲日 誓言他們永遠對抗俄羅斯 TVBS新聞總和報導 好就繼續來看俄羅斯今天如期舉行的這個紅場勝利日大閱兵 不過規模是大幅的縮水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受到克里姆林宮日前被無人機攻擊事件的影響 有安全疑慮 所以這次大閱兵取消了不朽軍團的遊行 只出動大概一萬名的兵力 而且武器展示的環節 新武器亮相的也很少 出場時間只有短短六分多鐘 甚至打頭陣的居然是二戰時期的T34老坦克車 普京痛批西方散播恐惡情緒 還把烏克蘭挟持當作人質 俄羅斯二戰勝利日閱兵在莫斯科登場 今年普京找來白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的盟國領袖一起閱兵 只是這武器陣仗卻不如想像微風 打頭陣出場的12戰時期懷舊武器 1937年製造的T34坦克車 其餘亮相的還有虎M多用途裝甲車 伊斯坎德爾M戰術導彈系統 S400防空系統等等 壓軸武器也沒有太意外 是雅爾斯洲際彈道飛彈 真正令人吃驚的 反而是整體武器展示緩解 只持續約六分鐘就全部走完 俄羅斯閱兵規模大縮水 普京人加碼怒搶西方 普京指控西方到處散播恐惡症才令人法指 正常演說普京完全沒有提到俄軍傷亡術 但還是帶領大家為陣亡士兵默哀一分鐘 最後話封一轉 自詩正義使者合理化戰爭 普京指控西方是西方政權下的籌碼 最後才落得如此下場 不過羅斯境內近來多次遭遇爆炸 閱兵前大幅收緊紅場為安 甚至下達無人機禁令 專家說普京在這個狀況下 還堅持要閱兵 因爲他需要大內宣來尋求國內支持 只是俄羅斯恐怕再也換不回烏克蘭人的心 因爲烏克蘭連二戰勝利日的日期都決定要跟俄羅斯徹底切割 將原本的5月9日改稱為歐洲日 勝利日變成5月8日 要和歐洲一起捍衛自由 這個決定讓俄羅斯玻璃心碎滿地 俄國女戰狼在Telegram痛罵 澤倫斯基等於背棋祖先 隨著烏克蘭反攻賽級 俄羅斯武器越來越吃緊 還被抓包偷偷解封 R攻擊 老坦克要送往前線 這些老坦克一路搭乘火車轉移陣地 還出現在俄國軍事部落客在佔領區拍攝的照片中 不過烏克蘭這邊也有坦克的需求 在這兒端上 每天都會在這兒端上 你會在這兒端上看到這些藝術 在這兒端上有藝術中 這全域是一個大大廣的外殼藝術工廠 這都會做到的意外 因為他們把藝術藝術在外面 把藝術藝術搭起來更好 比他們更好看 都會在一屋房間 而我們戰爭一年多來 戰具大篇幅 國際新聞版面 相關報導也在今年的 普利茲新聞獎中大放一彩 美联社三位乌克兰记者货班最高荣誉的公共服务奖 他们去年拍下马里乌波尔富佑医院被轰炸的惨况 相关报道也促成后来人道走廊的设立 让更多人可以平安撤离 外界也对俄军暴行看得更清楚 第新闻综合报道 而针对俄乌战争现在传出欧美立场转变 凸显西方国家愿意让长期支持俄国总统普京的大陆 要来参与乌俄的中战协商 详细有文教育政策记者张云熙 确实乌俄之战大家都在看乌克兰的春季大反攻 有没有可能为乌俄之战带来一些新的转变 而西方国家的态度上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7号的报道 他提到说欧美现在认为说五六月乌克兰的反攻 可能会让俄罗斯愿意坐上谈判桌 另外一个施加压力的就是中国大陆了 中国大陆可能会说服俄罗斯走上谈判这条路 因此西方国家不少是思维改变 他们认为说如果让中国大陆来参与这个乌俄的中战协商 是有帮助的 其中外界认为转变最大的就是美国了 因为美国以往都是怀疑说中国大陆要介入俄罗斯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但是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是对于北京可以缓和乌俄冲突 抱持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 另一方面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也跟乌克兰的泽伦斯基在4月26号的时候有通话 在这个通话里头习近平是提到说 他认为对话和谈是唯一可行的 而美联社就认为了其实大陆积极的想要来重新定位 他们国家在全球的角色 而乌俄之战就是给他们一个契机一个动机 不过对于乌俄之间要不要和谈 其实欧洲国家的看法还是蛮分歧的 包括跟乌克兰比较友好距离也比较近的 像是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认为应该要给乌克兰更多的时间 让他能够收复尸土 不过法国跟德国则认为说应该要来达成停火协议 一方面的原因也是因为西方国家提供乌克兰的军援相当的多 如果战事不停止的话像个无底洞一样 所以他们认为说停战是必要的 而乌克兰大反攻很有可能从扎波罗热开始进攻 俄军不但暂时关闭这边的核电厂 甚至以扮强迫的方式 要求当地1600位居民撤离 那么国际原子能总署则是再度发出警告 强调说扎波罗热这边的情况越来越不可预测 有可能会发生严重的核事故 而如今又传出俄军已经下令撤离当地1600多位的居民 似乎是为避免接下来跟乌军在当地爆发激战会波及平民 但是军事上他认为俄罗斯不是为了这些居民的安危着想 而是担心乌军反攻之后 这些人会变成俄军的陷命 俄罗斯KH-31战术飞弹600公尺外落地爆炸 话刚说完 第二枚马上打过来 CNN采访团队遭遇恐怖空袭 带着摄影机直击飞弹炸的大洞 盲目乱战 扎布鲁热州的居民似乎习惯了 话还没说完又听见巨响 以为是乌军炮弹发射出去的声音 但随行联络员研判 似乎更像俄军炮弹打过来 炮火猛炸 俄军现在还有新动作 乌克兰大反攻在即 俄罗斯要求扎波罗热居民大举撤离 大飞周章为了什么 怕反攻战火 波及欧洲最大核电厂 但在俄军管辖下 炸布罗热核电厂一直都不平静 周一俄罗斯才宣称 因为乌克兰策划 让供应炸布罗热用水的卡科夫卡水坝流干 因此暂停核电厂反应炉运作 没拿出证据 单纯一个指控 就能让核电厂陷入运转危机 俄罗斯说 目前已经撤离超过1600人 其中600多位是小朋友 有人拍下撤出车辆 大排长龙 一下劝道 一下威胁 有军事专家认为 俄军急着撤居民 其实有别的原因 似乎连俄军自己也没信心 认为反攻挡不住 只好掏空 扎波罗热人口 但也有人就是不跟着逃 核电厂危机之外 乌克兰还有别的大问题 农忙日子又到了 但战争打了一年多 粮食种植人力严重不足 而且黑海谷物出口协议 又陷入即将破局的窘境 俄罗斯官媒最新消息 5月10号 乌俄土耳其和联合国 四方高级代表 将在伊斯坦堡谈判 想办法挽回粮食协议 TV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